就现在而言 两位选手啊 都是陷入了一个 双方都想要置对方与死地的一个境地 而且双方都很危险 别看好像上方人数多一个 但是他少一个工人 别看下方好像人数少一个 但是他多了一个工人 那下方是不是占优呢 那也不进来 因为你多一个工人 你就意味着你多一个人去保工人 你就意味着你看起来少两个人 其实你甚至可能扫了三个人 这个 当然有功能的一方 他翻盘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但也仅仅只是可能性 好 那么现在我们继续看 现在的话 这个双方感觉还是打得很稳健 上方打的稳健 是因为他没工人 这个没法打的 这个 没法打的有突破性 而下方的话 哇塞 这个直接撞上了 下方的话打得稳健 那是因为他没办法 他必须被美红和保工人 同时的话 这个自身 哇塞 这我工人发挥很猛 直接把这个上方的两只宠物给击飞了 又放出了一只新的宠物 功能一波 那么现在上方选手直接陷入了残血状态 有一名选手非常的残 没有第一时间回血 选择了套状态 哇明显躲过了两次攻击 这波打蛋 这是 这波有点 有点 惊心动魄呀 那硬生生的扛住了这波 那么看来这个 这位选手的这个 哇 这直接被击飞了 虽然上一回合被扛住了 但这回合回完血之后 反而是被击飞了 可想而知啊 上一回合是多么的惊险 那么现在双方硬是 从这个4v4打成4v3 又从4v3打成3v3 这是要打成1v1的节奏吗 你们这是要打成1v1吗 那 哇 双方各有所掌握啊 你是引诱宠杀我一个宠物 我用功能飞你一个宠物啊 看谁更猛 那么从现在情况来看啊 下方选手的攻击力啊 肯定是猛于上方的啊 因为下方有一个功能 那这功能的伤害力啊 是每个都能 覆盖你全部单位的 而对于上方选手来说 他唯一的优势就在于 我不需要每回合保功能 我没有这样 这样一个巨大的弱点 虽然我的攻击力没那么强 但是我的